前龙皇帝 前龙皇后分别是复查皇后乌拉纳拉使和魏家使 每一位皇后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背景 他们在乾隆皇帝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讲的是乾隆第二位皇后断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乌拉纳拉使作为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 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乌拉纳拉使出身于满洲正皇旗 家族背景显赫 家教严谨 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不仅精通文学 音乐和绘画 更具备了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 乌拉纳拉使在初期进入乾隆皇帝的后宫时 并未立即获得皇帝的宠爱 后宫之中家里众多 每一位妃子都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睐 竞争异常激烈 乌拉纳拉使虽然出身名门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 她的起步并不顺利 她的美丽与才华并没有立刻吸引乾隆皇帝的目光 她的地位在后宫中并不显赫 也未能迅速跻身于皇帝的宠妃之列 在那个时代 后宫妃子的地位往往与其生育能力密切相关 乌拉纳拉使在初期也面临着未能生育的问题 这无疑给她的地位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封建社会的观念中 皇后和妃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皇室延续血脉 因此 生育皇子被视为一种极大的荣誉和责任 乌拉纳拉使未能生育 这使得她在后宫中的地位更加微妙 也让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然而 乌拉纳拉使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她深知 要想在后宫中站稳脚跟 单靠美貌和声誉是不够的 还需要智慧 耐心和策略 她开始更加用心地学习宫廷礼仪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同时也努力了解乾隆皇帝的喜好和性格 寻找机会接近皇帝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乌拉纳拉使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 逐渐得到了回报 她不仅在后宫中的事物处理上 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 更在与乾隆皇帝的交流中 让她见识到了她的见识和智慧 她对国家大事的见解 对宫廷文化的独到理解 都让乾隆皇帝对她刮目相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乌拉纳拉使与乾隆皇帝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 她不仅在后宫中的地位稳固 更在皇帝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这样的氛围中 乌拉纳拉使终于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她先后为乾隆皇帝生下了二子一女 这些孩子的出生 不仅为乌拉纳拉使带来了作为母亲的幸福和喜悦 也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后宫中的地位 乌拉纳拉使的孩子们 作为皇室的血脉 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极高的关注和期待 她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 不仅传授他们传统的礼仪和文化 更注重培养他们的品德和才能 她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才 为清朝的繁荣和强盛做出贡献 在享受了一段时间的恩爱生活后 乌拉纳拉使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她不仅是乾隆皇帝深爱的皇后 更是孩子们敬爱的母亲 后宫妃嫔尊敬的领袖 她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忙碌和责任 但她从不抱怨 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然而 乌拉纳拉使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那个等级森严 竞争激烈的后宫 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用智慧和策略来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 她深知 作为皇后 她不仅要面对后宫中的勾心斗角 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挑战 但她总是能够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克服这些困难 乾隆三十年 乌拉纳拉使与乾隆皇帝的关系 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 这一年 乾隆皇帝南巡期间 乌拉纳拉使因不满乾隆的行为 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举动 简发抗议 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不仅是对皇帝的极大不敬 更是对整个封建礼教的挑战 简发在当时被视为极其严重的不吉利行为 尤其是在皇室中 这种行为更是难以被接受 乌拉纳拉使的这一举动 源于他对乾隆皇帝某些行为的不满 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 或许因为政务繁忙 或许因为其他原因 对乌拉纳拉使的关心和宠爱有所减少 这种变化 让乌拉纳拉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忽视 他的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最终决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 简发抗议的事件 迅速在宫廷内外传开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乾隆皇帝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 他无法理解乌拉纳拉使为何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在封建社会的观念中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任何对他的不敬都是不可饶恕的 乌拉纳拉使的行为 无疑是对皇帝权威的挑战 也是对整个封建礼教的挑战 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 乌拉纳拉使与乾隆皇帝的关系迅速恶化 乾隆皇帝对乌拉纳拉使的宠爱和信任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失望 乌拉纳拉使的行为 不仅影响了他与皇帝的关系 也影响了他在后宫中的地位 他的这一举动 让他在后宫中的形象和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然而乌拉纳拉使的这一行为也引发了人们对封建礼教和女性地位的思考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女性的地位较低 她们的言行举止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乌拉纳拉使的简发抗议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行为 但也是他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反抗和抗议 他的这一行为虽然在当时不被接受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对自身权利和地位的渴望 乾隆第二位皇后断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乌拉纳拉使的简发抗议 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不激励和不敬的行为 但他的这一行为也让人们看到了女性在面对压迫和不公时 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 他的这一行为虽然在当时不被理解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对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反思 简发事件之后 乌拉纳拉使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那个封建礼教严苛的时代 他的行为被视为对皇权的极大挑战 对传统道德的严重冒犯 乾隆皇帝对此感到极度愤怒和失望 乌拉纳拉使随即被剥夺了皇后的尊荣 被打入了冷宫 冷宫 这个在宫廷深处不为人知的角落 成了乌拉纳拉使余生的居所 这里没有往日的繁华与热闹 只有无尽的寂寞与凄凉 他的居所简陋 与他曾经作为皇后式的辉煌宫殿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日常生活也变得十分凄惨 没有了以往的锦衣玉食 没有了宫女太监的侍奉 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 在冷宫中乌拉纳拉使的生活与外界隔绝 他不再参与任何宫廷活动 不再有机会见到乾隆皇帝和其他妃嫔 他的子女也被迫与他分离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但同时也有着不甘和反抗 他时常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辉煌时刻 思考自己的一生 以及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 尽管生活条件恶劣 乌拉纳拉使并没有完全放弃 他依然保持着高贵的气度和坚强的意志 尽管身体日渐消瘦 但他的眼神中依然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在冷宫的岁月里 他开始尝试着用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用笔墨来记录自己的思考 他的诗文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对命运的不甘 以及对子女的深深思念 然而冷宫的孤独和苦闷 最终还是侵蚀了乌拉纳拉式的健康 在被囚禁多年后 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但他依然坚持着 用尽最后的力气来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信念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乌拉纳拉使依然保持着皇后的风范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子女的祝福 乌拉纳拉使的去世 是在一个寒冷而寂静的夜晚 他的身边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只有冷宫中的孤独和寂寞陪伴着他 他的趋势没有盛大的葬礼 没有哀悼的人群 只有冷宫中的一片寂静 他的一生从辉煌到凄凉 从宠哀到被遗弃 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无常和悲哀 乌拉纳拉使的一生 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 但他的勇气和反抗精神 他的不屈和坚持 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要保持希望和勇气 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他的生命虽然结束了 但他的精神和故事将会永远流传下去 乌拉纳拉使的去世 本应是一个哀悼和纪念的时刻 然而乾隆皇帝对他的去世处理 却显得异常冷淡 这种冷淡不仅体现在对他的个人情感上 更在葬礼的规格和安排上表露无遗 按照清朝的传统 皇后去世应享有极高的葬礼规格 甚至可以与皇帝同葬于地灵地宫 然而 乌拉纳拉使的葬礼却远远低于这一标准 在乌拉纳拉使去世后 乾隆皇帝并未按照皇后的礼仪来安排他的葬礼 他的葬礼规格被降低至皇贵妃的标准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一些受宠的妃嫔 这种安排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无疑是对乌拉纳拉使极大的不敬和侮辱 他的葬礼没有盛大的仪式 没有众多的哀悼者 只有寥寥无几的工人和太监在场 显得格外冷清和凄凉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乌拉纳拉使甚至未能被葬入地灵地宫 而是被安置在飞原寝内 飞原寝是清朝后宫中地位较低的妃嫔和宫女们的目的 通常只有那些没有子嗣或不受宠的妃嫔才会被葬在这里 乌拉纳拉使作为曾经的皇后 最终却只能与这些地位较低的女性同葬 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也反映了乾隆皇帝对他的极度厌恶和排斥 乌拉纳拉使的葬礼安排 不仅让他的家族和子女感到极大的悲痛和失望 也让后宫中的其他妃嫔和工人感到震惊和不解 许多人开始反思 为何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皇后 最终会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 她的遭遇 也让许多人对后宫的生活和权力斗争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 乌拉纳拉使的葬礼虽然简单而冷清 但她的故事和经历却引发了人们的深思 她的智慧 美貌和才华 曾经让她在后宫中展露头角 赢得了乾隆皇帝的宠爱 然而 她的简发抗议行为 却让她从皇后的宝座上跌落 最终被打入冷宫 孤独地度过了余生 她的一生 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变化 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无偿和悲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次见